这个put方法实现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实现的是两个方法 一个是这个get方法对不对 get方法 然后呢同样是传ukey 然后同个线性查找的方式呢去获取它的值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remove等于function 然后呢同样是传ukey去查找 关于这个过程呢我不准备再重复了 因为它比链表还要稍微简单一点 对吧所以呢这一部分 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呢就交给大家自己去完成它 OK然后呢不要担心我们的代码示范呢还是会放出来给大家的 好我们回到咱们梦开始的地方啊去看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又讲了线性探查对吧 又讲了这个分离链接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去讲这么一个东西 为了什么呢 因为总的来说是因为这个loslos has code 这个算法有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散列函数对吧 它是将一个key转化成一个散列值 散列值的一个算法对不对 正是因为这个算法存在了很大的缺陷 什么缺陷呢 就是问题是重复率太高 所以呢我们才需要用这个分离链接跟线性探查的方式 就是啊来避免这种啊来避免这种重复对不对 避免这种覆盖的问题避免这种冲突 那我们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 就说我们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那个散列函数给改了 我们会选用一个更加好的更加好用的一个散列函数 让它的重复率变得非常非常的低 甚至说不可能产生重复 那么我们这些分离链接跟线性探查 就显得没那么必要了 好那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对吧 一开始我们实现这个hash表的时候 就说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散列函数的算法 叫做这个djb2hashcode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算法 它是怎么去实现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这个算法的 我们把这个代码抄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拎着hash有个默认的词叫5381 ok然后for 从i开始的i等于0开始i小于t点less 然后i++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它是怎么去算的 怎么就算的 它令这个hash等于hash 原本的hash值乘以33 再加上这个key.chocoat 对吧 然后呢 chocoat key的di项的chocoat 对吧 现在呢是不是比刚才复杂多了 然后呢最后再litern hash值除以 取于1013 这个值 对吧 这是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 或者大家都要用的一个更好的散列函数 用它来解决 这个冲突问题可以说是根源上解决的 对吧 因为它一看就很复杂 那具体的算 为什么这么算呢 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 因为我说了 因为大家都这么算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家公用的一个方法 那具体是具体的一些更加深入的东西呢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继续探探索一下 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算法 ok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大概率啊 是个数学问题 好了 我们就先看一下 一问刚才例子试一下 看他们还会不会重突 把这个hash code全部换成这个方法 ok 换一下 好了 这两个是刚才我们测试了会冲突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看他们会不会冲突 一个是278 一个是925 可以说冲突率是非常非常的低了 对不对 那原本呢 他们是在一位的 但经过这个算法的区分之后 他们相差了600多700位 对吧 这时候呢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冲突的问题 好了 这节课的主要的重点呢 并不是字典的嘛 因为字典非常的简单 主要是讲了一个散列表 哈希表 以及散列函数 散列值 以及它们之间一些处理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哈希表呢 是因为用这个表的话 它的访问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种定位 这种门牌号的定位方式 对吧 去获取它的一个元素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用了 lose lose has code 这个散列函数 导致了很容易产生冲突的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呢 我们引入了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 引入链表 对吧 用这个分离链接法 对吧 结合了链表 去解决这个冲突问题 另外一个是线性探查 但这两者的共同点是什么 都是把我们之前的 就是做了一点委屈求全的感觉 对吧 我们原本哈希表的优势是什么 可能快速定位到某个元素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说 在定位到某个元素之后 对吧 因为它们冲突了 还要需要再去进行那种效率比较低的一种 单次的线性探查 对吧 这就是一些不好的地方吧 因为两种方法的区别 只是说一个是继续在这个哈希表上探查的 另外一个呢 线性探查法对吧 在这个表上继续存储 那么分离链接法呢 就创建了新的链表对吧 开阔了一个新的空间来存储 然后最后我们直接换了一个更好的散烈函数 DJB2 这个散烈函数 那它呢能够有效的解决了大部分的一些冲突问题 所以呢 也就不需要这两种方法了 重新回到了这个哈希表的优势上面来 另外呢 我们发现这个散烈函数的计算呢 也是一个数学问题 对吧 可能跟某种数学关系 某种数学理论有关系吧 但是我确实没有研究过相关的这些论文 对吧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应该自己去查找一下 为什么它的算法能够更加优于 那个loose-loose-has-code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些内容 我们学了一个字典 以及散烈表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散烈表是面试中很大概率 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哈希表 很大概率会被问到的问题 比如什么是哈希表 对吧 这就是你需要去解答的一个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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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